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今天連環出席兩個電台節目 分別是商台的正經星期六 和港台的星期六問責 他在上述這兩個節目內 不斷發放金句 不知是否看了智偉那部開心字典有感而發 現在我們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這位鄧炳強大署長 在這兩個電台節目中發了甚麼訊息 首先主持人問到他 在四宗紀律覆核個案當中 包括了葵聰的一名交通警員 這名警員當時駕駛電單車 在人群當中打八字 危及到人群的安全 為甚麼可以復職呢 這位鄧炳強大署長 又有辯解 他說事件仍然在作紀律的福檢 被這名警員復職 主要是考慮到他是否適宜繼續執勤 不會對警隊或市民構成危險 而且他用駁斥 說市民有個誤解 是否交通為例 法律不容許 其實不是的 紀律部隊在執法的時候 可能沒有遵守交通規例 可能是法律容許的 例如是充紅燈 消防車救護車或警車充紅燈 市民會否質疑為何不告他 這位鄧炳強大署長 擺明是要用一些詭辯的招數 試圖用一些非常輕微的事件 來掩飾這名交通警員的惡行 根本上兩者之間是比意不倫的 一架警車、消防車、救護車 在他執行職務要趕赴案發現場的時候 響了緊急的響號 他當然是可以充紅燈 沒有市民會質疑這些事 但是 你這隻這樣的交通警員 他所干犯的就不單止是交通規例 是不是 他是明顯對著一些人群 對著一些市民 是開行友衝過去的 而且這些是有片段錄下來的 他是刻意地擺明知道 前面是有人群的情況下 撞過去 這就不單止是干犯交通例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你怎麼能夠這樣試圖淡化的事件 這些完全是無法無天的行為 鄧炳強大助長就說 法例未必不容許警員為例 對 你剛才所說的充紅燈的例子 絕對是對的 但是 你這隻交通警員在那個人群當中 打八字 衝過去 撞過去 就不能夠用充紅燈來作出一個比較 兩者之間根本就沒有一個可比性 這些詭辯 走一邊 這樣也不算 當主持人問到他 這一名的交通警員是否涉及刑事成份 這隻鄧大助長就說 正如我所說的充紅燈是否犯法呢 我們也要看看個別情況是怎樣的 有些立法會議員都曾經犯事 都可以繼續做議員 因為一切都要有程序處理 他在這裡擺明是想用臭蟲卵 但是就不合當 立法會議員是有選民的選票作為一個制衡機制的 當市民覺得這名立法會議員他犯事 我們不同意他的行為 如果他下一屆繼續參選的時候 市民可以用選票去踢走他 是可以選第二個 如果市民不認同他的行為的話 他是會落選的 但是你們這些警察沒有這個機制 現在就是你自己人查自己人的 沒有說服力 你怎麼能夠拿這個立法會議員和你那幫警員來比較 立法會議員假假地還有民意授權 警察不是選出來的 是你自己委派的 兩者之間完全不能夠作出一個這麼簡單的對比 這個主持就問到他 前陣子有個交通警員在護送旅遊巴期間 扮著指揮交通 兩隻手這樣扯著扯著扯著 看了兩秒鐘的影片可能會出現誤差 這一名交通警員是負責押尾的 需要左右手都伸出來提示 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他做這個動作衡量過自己安全的 你現在事後說什麼都可以 如果他在那時候失去平衡 踏低了你又會有另一種說法 這些人為了包庇自己的下屬 什麼都可以說出來 到底這個兩隻手上扯著扯著 是否合法都成問題 如果一般的司機來做的話 你警察就有特權 什麼都可以做 接著這隻PK等 去到港台節目的時候 就說他自己也很喜歡看頭條新聞 因為很喜歡那些幽默感 還舉例說昨天的擔心字典 也覺得很好笑 甚至演繹一下他 也覺得無雙大雅 這個人在扮大方 可能他的氣頂著也不奇怪 接著他就說 最重要是不要有誤導錯誤的訊息出現 令到公眾對警隊的信心失去了 喂 麻煩你鄧炳強大署長 說這些風涼說話 兩次去信廣播署長投訴頭條新聞的節目 現在跟人說很喜歡看頭條新聞 喂 有沒有再虛偽些 鄧大署長 你不喜歡他才投訴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他怎麼會投訴這個節目呢 還有他就非常堅持一件事 就是說頭條新聞 就傳了一些錯誤的誤導訊息 使得市民對於警隊的信心失去了 喂 麻煩你鄧大署長 市民接收信息 就不只是看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因為經常諷刺香港警察 就成為了你的眼中釘 實情的市民還可以看其他直播片段 你叫那些NOW新聞台 有線新聞台 全部收檔 叫立場新聞收檔 叫其他網媒收檔 就拍不到你警察的惡行 暴行 劣行 很多人對你警察的印象 不是基於頭條新聞而作出 不是基於頭條新聞而確立 是看了你那些直播片段 你怎樣對待那些青年同胞 你怎樣對待那些示威者 是看直播片段 嘩 那些畫面簡直是不堪入目 市民對警隊失去信心 正正是看了這些直播的畫面 有些人甚至乎不是看直播 是在現場看到你這些惡行 關頭條新聞什麼事 頭條新聞只不過是在事後 基於這些客觀事實 作出氣訪 作出諷刺 你又不喜歡了 眼中釘 現在你就求人得人 你得常所願 頭條新聞不能在TVB播放 你開心就說這些風涼說話 而且這位鄧大署長 還可以駁斥那些聽眾 人家打電話上去說 為什麼這麼多案件都沒有可疑 他就說 沒有可疑就沒有可疑 可能你就是看了這些新聞 看了這個頭條新聞的節目 被誤導了以為我們查案媽夫 這正正影響了觀眾的觀感 和對我們的信任 這條鄧大署長非常堅持 一件事就是頭條新聞 有誤導的成份 而且影響力很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些支持 這個頭條新聞的節目 你不讓別人在TVB播放有什麼作用 現在是網絡的年代 所有的節目都扔上YouTube和Facebook 它的流傳性更加強 而且看得更加方便 放在TVB播放 還要看你那些TVB的廣告 如果有些人想著 這個頭條新聞的節目 不再在TVB播放 就會沒有影響力的話 這個如意算盤應該就打不響了 接著鄧大署長還說到什麼 他說法治災難的最主要源頭 就是在於有些人認為 他自己爭取的是對的 就用什麼手段都可以 甚至社會上有些人士就告訴他們 爭取是對的 是可以繼續的 令到他們更加進一步 你知道鄧大署長又出來廢話說 說什麼法不法治的事情嗎? 不要經常把這個法治打人 還好意思在這個 財政預算案當中 要撥4億5千萬給律政司 推廣何謂法治觀念 法治不是用來約束人民 法治是用來約束當權者 掌握公權力的人 如果你認為市民的所作所為 是違反法例的 你只能夠說他是違法 就不能說他違反法治 市民根本上沒有公權力 如何違反法治呢? 無論捍衛法治 還是破壞法治 都只有掌握公權力的人才能做到 比如說執法方面 就是香港警察 或者司法制度的裁判 這些就是公權力的彰顯 只有這些才能夠破壞法治 市民是不能破壞法治的 不要再搞錯這件事 硬要把那些概念混合一碟 來炒勻它 就把市民抄襲 你說法治災難 法治災難的源頭 不是在於人民 是在於警隊的執法 大佬 因為你是濫權濫暴濫告 在所謂案發現場當中 你就不是捉拿那些人民 回去警署審訊 而是在當場打他一旁 這些就是破壞法治 是不是? 市民違法 就不是破壞法治 你在現場無厘頭打人一身 就是破壞法治 而且拘捕到去警署以後 有理無理 全部下 charge 然後律政司又不做好把關的工作 變成有些人又不讓他保釋 一上第一堂的時候 上到法院 第一堂 律政司的代表就出來說 就說要撤銷這個控訴 你擺明就是沒有證據 變成那個人 坐那幾十天就白坐了 在這個拘留所裡 是不是? 這些就是破壞法治 誰賠給他那五十多天的自由 我想請問是誰賠給他 你原來這樣亂告人 濫告是沒有後果的 前陣子還學人搞什麼? 大圍報 在現場裡有你沒有你 全部都回到警署 這些才是破壞法治 破壞法治的源頭 法治災難的源頭 不是在於人民 是在於掌握公權力的人 鄧大署長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